你好 先生 公司有新规定 没带公牌 禁止入内 好 兄弟 我早上出门太着急了 忘了啦 我现在回去一趟 等一下 先生 如果您家离这边比较远的话 就不用回去拿了 您在这里登记一下 签个字就可以进去了 好 我望着脚下的影子 那男门腹肌还真不错 都可以当错误 老女士 公司有新规定 没有带公牌 禁止入内 公牌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可是你们老板花重金请来的海贵 信不信 我分分钟让你滚蛋 哎 女士 公司起开 好果不挡道 徐总 这个文件需要签字 好 对了 小刘啊 门口那个保安是新来的吗 哦 对 新来的 怎么了 就是觉得呀 他比较特别 哦 他原来也是老板 可是后来投资失败了 为了给员工发工资 把车子 房子全部卖了 还是不够 最后来我们公司做保安了 原来是这样 这样 小刘 你把那个新来的保安给我交过 好 对了 顺便啊 把那个新来的销售部经理也一起交过 来了呀 快来坐 老板 不好意思啊 之前在楼下不知道是你 没事 兄弟 刚才在楼下呀 你做得非常正确 这次我叫你过来 是有一个项目 想跟你商讨一下 老板 您找我呀 哎 你怎么坐在这儿 这是你该坐的地方吗 起开 犯不清打死我 老板 您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你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销售部经理 使真香 对吧 是这样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你来给我介绍一下 老板 我今天啊 第一天上任 昨天庆祝 喝酒喝得happy了那么一点 这个 我还没有了解呢 还没来得及了解 这样 孙弟 要不你试试 好 哎 老板 他就是一个小保安 他能懂什么呀 你 你什么呀 你想逞强是吧 行行行 来来来 你来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出洋相的 老板 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羹啊 一桶足足的有一斤装 而且啊 它粗凉细作 配料表呢 也特别的干净 里面有山药 葛根 玉米 这三种油脂食材 你看 它的粉质啊 也特别的细腻 关键啊 里面都是不加糖的 在吃的时候呢 直接用热水冲泡一下就可以了 里面啊 都是满满的膳食纤维和微浪元素 平时作为早餐 待餐都很不错 老人和小孩 也都特别喜欢吃 这款产品 是咱们公司 目前销量很不错的一款产品 兄弟 你了解的还挺详细的 你有没有尝过 我们公司的产品啊 正好 我这儿充好了一杯 你尝一尝 给我说说你这款生意吧 这平时油脂的东西吃多了啊 来上这么一点粗粮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山药葛跟玉米羹啊 吃起来软糯香甜 口感绵密顺滑 还有满满的苦物香 味道是真不错 嗯 你了解的呀 非常的详细 那咱们公司的定价 你知道吗 老板 我在来咱们公司面试之前 已经了解过了 咱们公司的产品是这么定价的 这个山药葛跟玉米羹啊 现在进入直播间下单 还有活动 19块9 倒手整整三大桶 还包油 另外啊 再送一套精美的玻璃碗勺 老板 我说的对吗 嗯 你了解的呀 非常的详细 而且定价也记得这么清楚 我非常的满意 哎 老板 这不是我的想法吗 他怎么把我的想法给偷去了 你给我闭嘴吧你 身为公司的高管 不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身为公司的销售部经理 你对咱们公司的产品一无所知 像你这种嚣张跋扈 为所欲为的人 我们公司要你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收拾好你的东西 密码给我滚蛋 出去 兄弟 你对咱们公司的产品呢 非常的了解 我打算 以后这个项目 就由你来负责了 啊 老板 我现在就只是一名保安 而且 我之前做的生意 全都失败了 兄弟 人生路还长 经历过一次失败 没有什么的 我也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 走出来的 像你这么心细善良 又有责任感的人 我相信 未来你一定会成功的 加油 感谢您给我机会 我一定会认真努力工作的 而且 咱们的产品这么好 我相信 一定能热卖的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给一样